8月10号,面巴巴豆瓣超手店老板王世国正组织员工把饭菜打包后 给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人员送去 这也是该超手店为防疫一线人员免费送餐的第12天 7月27号,四山省成都市青阳区多个小区被列为封控区域 面巴巴豆瓣超手店距离被封控小区并不远 看到防疫工作者们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 王世国决定给这些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免费送餐 在高昆报社的温度下 那些医务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成不不理了自己的岗位 满头大汗,我们看到他们太辛苦了 我们很感动,非常感动 我们是搞餐饮的,就准备给他们送餐,免费送餐 王世国让儿子与社区负责人取得联系 询问能否给防疫工作者提供餐饮支援 得到许可后,王世国立即召集员工 对店面进行清洁消毒 执行店员每日检测体温 配搭口罩、手套等要求 为了方便我们从社区联系好就建了个群 他需要好多,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他就先给我们发的群伤 我们就做好准备 我们的配送人员全部都在戴口罩 都戴好 每天要练体温 确保我们的东西要安全地送到 为了让防疫工作者们吃饱又吃好 王世国每天认真搭配爱心餐 考虑到夏季防暑 王世国还变着花样送去豆花、凉膏等小吃 青阳区 青一家志愿先锋队服务点志愿者蒋世辉 自执勤以来 每天都能吃到王世国送来的免费餐 这让他也很是感动 从7月30号至今 王世国的店已免费为青阳区委设置委 疫情防控工作站、清水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青阳区青一家志愿先锋队服务点等 防控一线人员提供三四百份爱心餐 青阳区委设置委疫情防控工作站 临时党支部书记邓宏表示 自疫情发生后 热心市民和爱心企业单位 纷纷送来了防暑和抗疫用品 用自己的力量不断支援着这场战役 从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接受到了65家爱心企业和个人 然后捐赠的物资约25万左右 我们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士 包括我们的企业和个人 我相信我们成都一定可以战胜这次疫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